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11月19日 我是艺术凌峰,纯红齿白,正义凛然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几虫与鸟兽 五行八卦,无一不知无所不晓的 人称台南永康第一才子 吕布二世爷,今天的标题叫做 晋级的贱人,贱人就是狡猾 谁是贱人呢? 就是所谓的高级外省人 刘家昌心中的台湾人就是贱人 但是吕慧敏这个节目主持人 他说我们现在已经不是贱人了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公民 所以这个叫做晋级的贱人 晋级之后就成为公民 我们再也不是贱人 但是从这个高级外省人 刘家昌的言论呢 这个我们就可以知道他们的心态 相当的邪恶啊 因为他们停留在当年1945年 到1953年 差不多那个时候 他们也不是1953年 应该说到戒严结束之前 因为那个时候的外省人 高危险统治台湾 都可以对台湾人是可以生杀与夺的 财产也可以夺取啊 要人有人 抢钱抢娘抢女人啊 谁他们高兴 所以台湾人的确是他们心目中的贱人 这就是你只要掌握了杀人的武器 你就是贵族嘛 你没有武器 你不能反抗啊 你就是贱人啊 所以刘家昌停留在那个时代 但是如果我们现在在衡量 台湾人现在到底是公民还是贱人 其实问题还是没有真正的答案 因为台湾人现在也是没有武器啊 台湾人现在没有武器啊 我们不能拥有武器啊 你顶多那个菜刀而已吧 你如果带个水果刀到街上 你还会被警察抓去关呢 还会什么违反社会秩序法 还是管得很严啊 所以李慧民所说我们现在是公民 我觉得好像还不很正确啦 眼中台湾人还是贱人呢 这是很令人沮丧的事实啊 再来提到广州的暴动 中国大陆匪区那边的人 对于新京北 新京北就是习近平的台语 新京北的动态清零 终于忍无可忍啊 但是也只有广东 广州啦 那边发生暴动而已 其他地方 还是很乖啊 因为中共现在已经 已经出动军队啊 会开枪了 有孕妇就被打死嘛 那个照片 大家有看到哦 这个孕妇就死在街头 我朝肚子打 里面的儿子也死了 那这个 现在在台湾的这些亲共的人士呢 他们到底知不知道 匪区所发生的惨案啊 还叫我们 还叫我们去投降中共 难道你要台湾 台湾人像 匪区那边的人民这么凄惨吗 虽然现在也很凄惨啊 因为台湾人被这个 外省黑帮 说关就关 一次关 每天失踪400多人啊 我们就当作说 有一半都被关好了啊 这样每天关200多人 这样 台湾实在 其实跟匪区那边也没差多少嘛 民进党政府也是无奈啦 因为军警 军警检调 其实真正控制 还是控制在像刘家昌这种高级外省人手中嘛 你看黄国昌 前立委黄国昌所揭露的 新北台北高级警官 警大校长去这个 高级外省人的招待所 吃喝玩乐 连两个女的检察官也被叫去那边吃喝玩乐 玩乐 然后被人家拍录影带 你就知道说 蔡政府是没有办法控制 警戒的 军警检调 其实没有办法真正控制 所以竹联邦是来帮他们才会这样 有恃无恐的 把那么多台湾人关起来 每年有20多人失踪 每年 每天400人 他们为什么能够这样有恃无恐 而且说杀就杀 器官说挖就挖 就是 他们知道这样子做不会怎样啊 出事了就叫那些 国中生 高中生 未成年的 帮派分子去顶罪就可以了啊 所以说 悲惨了 晋级的巨人 晋级的贱人是不是已经变成公民 这个还要打问号 或者正确说法应该是说 晋级中 还在进行是晋级中的贱人 那第二点呢就是 前日本首富 孙正义软营 董事长孙正义 现在已经不是日本首富了嘛 因为他投资 匪区 结果因为 新京平动态清零了 他亏惨了 亏了 八千多亿台币 从日本首富 现在可能要变成下流老人 所以他 前天吧 宣布退出 中国的 这个投资市场 而且他已经 退出软营的高层 退休了啦 意思就是他要逃了 他要逃命了啦 但 亏了这么多钱 准备当下流老人吧 另外一个就是 以前香港 三大富翁之一的 刘软雄 以前常常跟女明星 传出绯闻啊 他把赵康之七 李立军 给抛弃了 然后 这爱上一个姓陈的 外号叫干笔的 而且把大量的财产都给 都给这个干笔 结果现在 大亏至少台币500亿以上 真正的数字当然更大 他也准备成为下流老人 他们的错误就是错在 相信共产党 人家曹星成 他本来也是高级外省人 为什么他 能够跟刘家昌不一样 因为 曹星成 他曾经 去过中共那边 去匪区那边投资过啊 吃了大亏啊 他才看清 中共的本质嘛 所以说如何使刘家昌这一类的 执迷不悟的高高在上的外省人 翻染肥物呢 就是让叫他们去中共那边投资 像孙正义那样去投资 然后亏到变成下流老人 这个刘家昌如果他不是从国民党那边污了30亿吗 他如果把这30亿台币都投资在匪区那边 然后一下子就被腰斩在腰斩腰斩在腰斩 我想他就不会说出台湾人是贱人 这一类这种思想就不会再有了 他真的是很可怕的思想 他说如果讲万安当选了 就要让他们了解中华民国国民的威力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台湾人不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我们只是贱人而已 而真正的中华民国国民就是 他们这一批高级外省人 也就是说当年 这个228大屠杀时代 还有白色恐怖时代 他们握有残杀台湾人的武力 可以自由剥夺台湾人的财产 抢钱抢粮抢女人 当时他们为所欲为都没有关系 当然他们就是贵族 然后台湾人就是贱人 而这一群人到现在还保有这种思想 那是很恐怖的 难道他的意思就是说 蒋万安如果当选了之后 他们就是要恢复到以前那种时代吗 看到台湾人就可以杀 可以自由的挖器官 可以自由的睡你家的女人 女的女儿 他们要就脱衣服脱裤子 你家有什么钱 有金条 有黄金 有钞票 他要拿就拿 他们是很想回到那个时代吗 看来好像是 一想起来就可怕了 祝大家平安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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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